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我们在编写方法的时候可以传递参数 那这个参数呢可以传递基本数据类型 也可以传递引用数据类型的 那像之前呢我们都是传递的是基本数据类型的数据 那我们先在这里面看一下啊 这里我来一个 方法 叫做M1 然后我在这个方法里面给他来一个参数 Int类型的I 这里呢 我这样直接打印一下 然后呢我在这个面方法里面 我也定一个 I 给他来一个10 然后我再调用一下M1方法 把I传进去 然后 再在这里面 把I打印一下 为了区分呢我前面 写几个字 这里是M1方法 中的I 可能这样看起来比较别扭啊 我这样 这样写 这样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打印结果是什么 首先你来猜一下啊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M1方法中的I是11 这里是11 那面方法中里面的I呢 还是10 这块呢可能有些同学就有一个问题啊 你看 你看我在这里面定义了一个I 然后呢我把这个I传到这个方法里面了 那在这个方法里面呢 我把这个I进行了加1运算 加1分成之后呢 这个M1打印出的I是11 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我面方法里面 这个I还是10呢 那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内存图 首先呢 程序会将M1方法压占 压占完成之后 会在这个 这个M1方法的战针里面 创建一个Intell型的变量I 给它等于10 然后他又调用了M1方法 再将M1方法进行压占 M1方法压占之后 这里面 因为我把这个I是传 传递过来嘛 以参数的形式传递过来了 传递到这个M1方法里面之后 M1方法里面的I就是10 之后呢 我们对M1方法里面的I进行了加1操作 加1完成之后 将它打印 问题是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 M1方法里面的I 跟M1方法里面的I 它分别是在两块不同的区域里面 也就是说在两块不同的内存里面 所以呢 我将M1里面的I 这个I进行加1运算之后 它并不会改变M1方法里面的这个I 因为这两个I并不是同一个I 它只是名字一样 但是呢它所在的内存地址是不同的 所以我这里面改变了 M1里面进行了加1运算 所以这里面的I变成了11 但是这个M1方法里面的I呢 它并没有变化 因为它是在另一块 内存地址里面 所以它还是10 那这个呢 就是基本数据类型的参数传递 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基本数据类型的参数传递 我们称之为值传递 因为传递的只是这个值啊 看我只是把这个10的值传递过去了 我并没有把它的这个I变量的内存地址的引用传递过去 所以呢 基本数据类型的参数传递 我们称之为是值传递 这个呢是基本数据类型的参数传递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引用数据类型的参数传递 我这里新建一个java类 叫做animal吧 动物 然后呢给它来一个重员变料 加上private的关键字 叫做age吧 然后呢给它来两个来一个get方法 方法 之后再来一个set方法 之后再来一个set方法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编写好之后呢我再来 再来一个animal test类 创建一个animal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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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好对象之后 传递好对象之后因为我们要演示的是引用数据类型的参数传递 所以啊 我这上面再来一个方法 也叫做m1吧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我把这个animal作为参数传递进来 传递进来之后呢 我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来一个 这样啊 a.get age 我先获取animal的年龄 获取到年龄之后啊 我给他修改一下 age 再加age 让这个年龄自增 然后呢 我在这个m1方法里面将这个年龄打印 a.get age 然后这里呢 我创建好对象之后 我先给他的年龄负上值 负上10吧 然后 我把a作为参数传递过去 这里调用下m1方法 把这个animal的对象作为参数 传递过去 之后呢 我再在man方法里面 把这个 a的值 a值的值 打印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块打印的 值分为是多少 你可以先思考一下 这块写错了 看看啊 第13号 这块 编写好了 我们来执行一下看看 这块前面加上几个字吧 来看 这里面呢 这两个值都变成了11 这块都变成11 这个呢 是不是跟之前的那个 基本数据类型不太一样呀 基本数据类型 这基本数据类型的参数传递呢 一个是10 一个是11 而这两个呢 都是11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 原理是什么 首先来看 这个 内存图 这块 这块呢 这块呢 同样先将 面方法进行压占 压占完成之后啊 它创建了一个对象 在对内存里面给它分配一块空间 然后呢 A值向这个空间地址 然后呢 我在这个 在这个面方法里面 给这个A值付上值 变成了10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A值是等于10的 然后呢 我又调用了M1方法 将A 传递了过去 注意这里面传递 传递的是一个引用 因为之前讲了啊 这个A呢 只是一个引用 它并不是对象本身 所以呢 它传递的是一个引用 因此 M1方法里面的这个 A 同样也指向这块内存空间 也就是说 我M1方法里面的 Animal对象A 跟M1方法里面的Animal对象 这个A 指向的是同一个堆内存里面的对象 那既然它俩指向的是同一块堆内存里面的对象 那就很好理解了 我在M1里面 我在M1里面将A值 改成了 由10改成了11 因此呢 我在M1方法里面 再去获取年龄的时候 她的年龄也就是11了 因为我在这里面已经修改了 因为我在这里面已经修改了 刚才是基本数据类型里面是直传递 这里呢就是 引用传递 你只要记住 基本数据类型里面是直传递 那引用数据类型里面呢 就是引用传递 这两个问题啊 希望大家能够搞清楚 如果搞不清楚的话 可以根据这个图来看一看 不仅确定 跟他酱要里面是直传递 就要硬要纠递 要硬发 吃 感谢观看